全國投資朋友大家好 我是許志偉 歡迎來收看旗鼓雙銀 今天要跟大家講一件好消息 什麼好消息 我們的持股加幫又漲 又創新高 目前的波段漲幅已經92% 然後等一下會再介紹一個什麼 被動元件的個股 為什麼 因為你今天注意去看一下被動元件的走勢 你就知道大家一起轉牆 問題是你要選哪一檔 老師等一下幫你挑一檔 潛力股出來給你做參考 這是老師的觀察 另外今天最大新聞 拜登確定當選 當然美國可能國會亂得要命 可是呢 這些拜登概念股怎麼樣呢 老師來跟你做分析 我們先來看一下我們的加幫 今天的加幫發生什麼事 來看一下 加幫今天開高走高 漲了3.79% 他今天最高的時候來到75% 其實創新高的位置 已經波段漲幅漲多少了 來看一下 他的波段漲幅已經漲到92% 還記得我們這個時候買的嗎 這是什麼時候 10月13號 給大家複習 我們那時候介紹的這393 不要說 不要說老師都沒有事先講 為什麼 如果你注意去看老師之前的節目 你會看到說老師哪一天在介紹這一個 10月13號來看一下 10月13號 那時候我怎麼講 股價在月季線以上多頭格局明確 那時候10月13號 然後一直在強調 量出來了 量出來了 量先駕行嘛 對不對 那時候是介紹 10月13號介紹以後 15號直接給你拉漲停 看到沒有 16號繼續漲 短短兩天漲了快20% 到10月23 這時候幾塊 47.7 還記得那天10月13號幾塊嗎 10月13號幾塊 來看一下 10月13號的時候 在這裡39.15 看到沒有 10月23已經47.7 然後一路一路 老師一路觀察 11月10號51塊2 看到沒有 11月12繼續漲到55塊1 就是 老師的股票就是這樣 一路觀察一路漲 為什麼 因為它只要是獲利是對的 我們這邊一路漲56塊8 然後一直漲是12月的時候嘛 因為它也不是 不是說天天都會漲啊 它中間還是要震盪嘛 你看 12月25 66塊9 那時候我們停曆出去一趟之後 後面又接入 隔天又漲停 看到沒有 是不是一路又接入 那時候12月25 為什麼 我又審視一次它的基本面的部分 營收還是持續成長中 再加上它的獲利 前三季的獲利 已經出來了 已經超過去年 去年多少 1.34 那時候公告前三季1.99 已經比去年還要多了 而且毛利是持續成長中 12月28 一直到今天 看到沒有 到目前為止 老師在介紹一檔股票的時候 是怎樣 除了它的什麼 它的基本面 基本面不可能天天變 你頂多每個月的營收出來的時候 你要關注一下 它有沒有在獲利水準 或者預期的標準內 再加上什麼 每一季的季報出來的時候 你是不是要特別關注 它的一個狀況 那這邊加幫的營收 加幫的獲利 是不是一直在持續成長中 所以你會看到它的走勢怎麼樣 你看它之前的走勢 有沒有一波比一波還高 第一波、第二波、第三波、第四波 有沒有看到 是不是一波比一波還高 在這邊 而且重要 重點在哪裡 我說基本面我們參考之後 我們還要注意什麼 注意什麼 注意就是每次在過關的時候 有沒有帶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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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有 看到沒有 這是什麼意思 表示完全符合怎樣 一個多頭的格局 衝關的時候要帶量長紅K 或者直接跳空過去 這兩種狀況必須發生 不然的話很容易怎樣 造成什麼 假突破 當然我們這個持股 持續追蹤 我們手上也都還有 你有辦法報這麼久嗎 對不對 你有辦法做到這一種交易嗎 不容易 沒關係 老師之後等一下還有介紹一檔股票 可以先切入的 我們的會員裡面 最近有後面新進的會員 這一次加幫60塊有在切入 現在已經光是這個短線也賺了25%以上 對不對 如果說你覺得老師的這種判斷 老師的怎樣 規劃 你覺得不錯 你可以跟上來 好 另外今天大盤發生什麼事 大盤還是持續創新高 還是台積電 對不對 今天加上另外怎樣 聯發科 我們先來看一下大盤的 今天的頭條新聞是這樣子 來 第一個 大盤創新高 台股7亮點 首劍7000斤 有7檔上千元 另外 拜登完全執政 這就是工商 美股創高 OK 看好會推更多的紓困 就是基建方案 找盤占上3萬1 那Stock金融1.6% 講到拜登概念股 我記得那時候11月6日的時候 不是已經有介紹拜登概念股 離現在已經幾月了 1月了 剛好兩個月 我們來看一下 這兩個月的拜登概念股 發生什麼事好不好 來拜登概念股 你看 11月6日 拜登概念股 初列 這邊講到什麼 是不是前面這些都是所謂什麼 半導體族群 然後後面是綠能族群 資產跟生計 它有沒有都漲呢 沒有 來看一下 大家注意看這個價格 台積電 那時候幾塊 452 現在幾塊 574 這樣漲得多少 是不是120塊左右了 對不對 然後呢 聯發科700 漲到哪裡 833 聯勇呢 273 漲到多少 381 哇 真的是漲不少啊 果然是拜登概念股發威 對不對 這個題材 一個題材裡面 我們要怎麼去判斷它 怎麼樣 它是一個持續性的 還是一個短暫的 對不對 拜登當選 當然中間有波折 川普試圖翻盤 只是翻不過 對不對 以這邊來講 OK 拜登概念股竟然出列了 他之後可不可以持續關注 當然可以 OK 尤其是現在 現在大盤已經接近15500 在這個當下 我之前有跟大家講 順勢交易的好處在哪裡 你至少現在不會去做放空吧 對不對 老師一直在切 在強調什麼 你要順勢交易 順勢交易 但前幾天有一次爆大量 說一個長黑K 然後我一直在強調什麼 高檔爆大量不是好事 當然不是好事 問題是換手成不成功是之後的事情 我們當下就不知道 對不對 而且就像之前有再一次 OK 長黑K沒跌破沒事 跌破我一定會先走 可是我要不要去放空 那看你要做長還做短 當然你這邊 以一個長線布局來講 就算要長黑K跌破好了 我也是要找機會在進場做多 為什麼 因為整個多頭格局還沒有壞 在這個時候你會發現說 你手上很多股票 事實上都沒有漲 你看喔為什麼 我們來看一下加權就知道了 加權指數今天3800億 前一天3380億 量增價漲 好事 問題是你看這裡 上漲加速402 下跌是573 為什麼跌著這麼多 表示什麼 大部分股票在跌 那真正在漲的是誰 是不是台積電 來看一下 台積電漲那麼多 聯發科漲那麼多 再來台說化 對不對 是不是這些在漲 還有哪一個 台化 你有沒有看到 是不是 你會發現說 很多中小型的股票 並沒有動 前指股帶著盤在漲 對不對 造成很多股票 其實是跌的 那時候我們這狀況 我們就要擔心什麼 那這個時候可以做什麼動作 來 我還是建議 現在應該太弱流強 之前爆大量 因逢高解碼太弱流強 好不好 我記得在這邊呢 我一直在強調 風險的重要性 在這個時候 如果還勸你趕快去追高什麼的 我跟你講 千萬不要 我們可以做什麼 太弱流強的動作 你手上的股票不夠強 先出再講 為什麼 你留著現金不會咬你 對不對 放現金 總比抱著賠錢的股票好 這是老師很重要的觀念 你要聽得進去 那今天我們的家邦創新高了 等一下呢 我再跟大家介紹什麼 有一檔潛力股 因為整個族群在動了 我們在從裡面挑選出一個真正的潛力股出來給大家 來如果說你要跟上我們的腳步 記得 掃瞄我們Q.com 或者是直接來電 我們的服務人員都會很熱情的幫助你 謝謝大家 等下回來 大家好 歡迎收看 我們起股雙贏 剛剛跟大家介紹說 哪個族群突然轉強 你去看一下 是不是國巨、華興科 這是什麼 被動元件 對不對 那既然被動元件族群轉強 我們可以留意哪一檔 我們來看一下 我找到了一檔股票 給大家做參考 今天這檔股票怎麼樣 開高走高 沖上去 開高走高 幾塊錢 等一下給大家看 70 今天最高72 之前我一直強調 成交量 成交量 成交量有沒有出來 是不是一路 成交量是不是一路出來 量先價行嘛 對不對 那以這邊來看 他突破前高多頭持續強勢 我截圖的時候已經71.3了 另外重點是 他的營收持續在創新高 看到沒有 營收持續在創新高 你要多留意 這邊看到報紙他寫說 他的產能滿載 所以這邊高毛利 毛利持續提升 看一下他基本面 毛利多少 28.79 那重點是他的獲利 前三季獲利 已經到4.2了 去年全年才3.35 他現在已經超過去年全年了 表達成長的趨勢是非常的明確 那以這邊來看的話 所以說你說這一檔可不可以看呢 OK 當然我這邊不是 沒有辦法馬上告訴你哪一檔 如果你真的想知道這是哪一檔 記得3MQR Call 或者是打電話來 我們會很高興的跟你分享 我們這邊最主要的是什麼 我說老師在挑選股票的時候 最重要的是什麼 先考量到風險 為什麼 因為沒有人每一檔都賺錢 千萬搞清楚 沒有人每一 做每一檔股票都賺錢 只是怎樣 老師在進場的時候 雖然說我做好基本面的 這樣分析 可是老師在進場的時候 還是要參考 他現在的狀況 現在的位階是不是剛起漲 或是在一個橫盤整理的階段 很有機會要動 就像當初老師介紹家邦一樣 OK 而且你看喔 他現在剛剛那檔EPS多少 4點多 價格多少 70幾 本益比10幾倍 相對上來講 跟其他個股比是不是相對便宜 現在多少股票已經漲翻天了 這檔才在動而已 老師一直在講說 OK 我進場的時候一定要怎樣 避免大賠 賺的時候大賺 家邦賺了92% 對不對 那我們當然會有小賠的階段 怎麼賠 賠個3%5% 你可以接受嗎 如果說你可以接受一個大賺小賠的結論 如果你可以接受一個我們長期獲利的一個 的步調 歡迎 趕快來加入我們的行列 當然我相信你手上一定有什麼什麼持股 一定是套牢啊或者不知道該怎麼辦 掃描QR Call告訴我們你有哪一檔 你有哪些股票 老師可以幫你做分析 老師親自幫你做分析都沒關係 為什麼 因為老師本來就在什麼 教大家怎麼做投資怎麼做交易 怎麼賺錢 你的觀念一定要先建立好 什麼觀念你要有一個什麼 小賠OK 設停損的觀念 老師一直在強調 風險跟利潤 你怎麼去拿捏中間的平衡點 我每一檔進場之後 賠都賠不到5% 賺不小心可以賺多少 賺一倍 那等於什麼 你做一檔賺錢的 可以賠幾次啊 何況老師的勝率又不低 對不對 每一檔 老師介紹那麼多股票 多少股票 你來看 華信 漲了99% 家邦92% 有輝之前也60% 威鋼也有30% 新光鋼24% 這麼多股票 如果中間我介紹有賠個兩三檔 我賺一檔都比那個還多啊 看到沒有 對不對 我隨便一檔股票賺的都比那個還多 所以說你說老師找到的股票 一個這麼長的一個潛力股 讓你可以 漲不停 還時不時看到漲停板 OK 老師的功力就是這樣 讓你可以找到真正優質的獲利 潛力股 而不是 只是炒題材 題材很重要沒有錯 可是它需要什麼 基本面的支撐啊 它需要一個實質性的成長 所以你看到老師在這裡給你推出來的股票 是不是都是每一檔都是怎樣 基本面先看完之後 再跟你說這一檔可以買 對不對 老師的標準在這裡 產業的趨勢 基本面是不是成長型 對不對 價量關係有沒有配合好 最後股價趨勢 是不是剛好在這個時候可以進場 看到沒有 老師做交易是有標準的 這個流程都要抓得住 你才有辦法怎樣 安心的進場 對不對 然後快樂的獲利 安心進場快樂獲利 這是不是每個投資人想要的嗎 如果你真的覺得 老師這個選股的邏輯 完全符合你的心裡所想要的 記得掃描QR Call 打電話來 參與我們的獲利的行列 記得 這個是非常非常 這是應該說 老師想幫你 可是你要打個電話或掃描QR Call 我才幫得到你 對不對 記得 如果說你想要參與我們的獲利 華遜加邦友輝 現在有最新的一檔個股 哪一檔 就是這一檔 如果你想要參與我們這一檔個股 歡迎馬上打電話來 我們都會很熱情的幫助你 好 謝謝大家 今天到此為止 謝謝大家